日本混混打架真人秀有多么的疯狂和可怕 你以为都是剧情和段子 到最后打的是头部血流 两帮人也是真刀真枪的去干 甚至到了后面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就连见过大场面的招三未来也是吓了一跳 欢迎来到硬汉解粗袋 男人来了划不走 女人来了不想走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今天我们来到freaky dog第十季的第二集 大家如果没有点关注的 记得点上关注 我们一集一集往后跟 混混最强决定战 风桥和基路的半决赛现在开始 由混混头子招双未来主办 这四位就是风桥和基路的悉尼导师 其中龚导祥既是导师 又是参赛选手 应该是当了替补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除量级柴田龙辉对阵三安玉 在前面的选拔赛中 两人的表现都非常的抢眼 柴田龙辉就是这个长途发的 下出非常狠毒 打起架来非常的凶残 对手三安玉则是一个少年范 年轻的时候除了好事以外 什么事情都干 在之前的选拔赛中 也是全拳倒入KO的对手 自身现在已经改过自新 要通过打架来改变自己的人生 赛情的小动员现在开始了 好 现在四安玉上场了 两个人准备开打 老规矩 一分钟打架规则 现在比赛开始 掺尘轮轮回还是猛抽猛打 进攻运往非常强 四安玉则靠在龙边 开始了反击 相比之下 四安玉打得非常有张法 虽然是忽悠重击 前侈轮轮回不小心滑倒 挖着个后手圈打中 相比之下 斯安玉表现得更加的冷静 打了很多的迎击和反击都打中了 斯安玉两个低扫 看起来柴田轮回的体能有所下降 斯安玉再有几个重击打中柴田轮回 斯安玉再次往前发起了猛攻 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刻 一定要气势上不能丢 好一分钟时间打完 其实两个打得差不多啊 针尖对面忙 最终找到我来把设计给了斯安玉 好记录拿下了第一血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也是雨量级的零破位 对阵高桥龙幼 我们来看看两人在选拔赛时候的表现 来自封桥的林拓位 是名副其实的西装暴徒 暴力社团的古贯成员 曾经也是机车党一族 他的对手来自鸡路的高桥龙幼 从他曾经吊炸天的发型 也可以看得出来 也不是个好惹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场雨量级的精彩对决 新领导师让林拓位继续保持冷静 不得不说林拓位长得就像韩剧里的男主角 鸣声一响 比赛开始 林拓位是非常的稳 而往前压 两人互相换拳 打得非常的激烈 高桥龙幼的左右摆拳 把林拓位击倒 林拓位开启了猛烈的反击 把高桥龙幼逼到龙边 一个后手拳 把高桥龙幼击倒 男人到目前为止是互相击倒了一次 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高桥龙幼的体能出了问题 一下子就断电了 再次被林拓位给击倒 时间深的不多 杨然为了扩大自己的优势 再次发现了最后的冲锋 高桥龙幼的体能真的是一大糊涂 我打了怎么感觉好一点劲都没有了 好 时间到那这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了 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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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吃了吃了 转身为了把胜利盼进了林拓位 到目前为止 风桥和基路一比一 下面我们来到轻量级的比赛 维利西斯对阵绿缸拓膜 维利是一个混血啊 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打架很猛 目测应该是日巴混血 不知道你们也没有别的意见 来自基路的浴光透膜 从小也是个不良少年 十几岁就开始混进社会 也干过一些偷袭摸狗的事情 后来也进了天狱 前面的喜欢挖赛 浴光透膜也是KO了对手 下面我们就来看这场轻量级的比赛 一分钟打架规则 现在比赛开始 维利上场一个高扫被躲掉 这两人一看都是练家子 这两人打起来就不像混混干架了 就更像是专业的比赛 维利那个前百拳击中 你的后直前百又打中了 哇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 利抓住了浴光透膜气球的瞬间 把他击倒 好 比赛时间到 浴光透膜还是被威力给摔倒了一次 不能说浴光透膜太弱 只能说威力太强 浴光透膜 早上我来把阵力给了威力 目前风桥2比1战时理线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四场比赛 冯岛翔对阵池田玉太 冯岛翔是作为气谱啊 参加了比赛 年轻时候的帮派成员 对手是来自激怒的池田玉太 这家伙啊 你是个猛人啊 在选拔赛的时候 击败了一个大爷啊 有连接比较大的 所以说是备受争议 我们来看看他今天的表现如何 好 一分钟打架规则 现在比赛开始 两人不像混混打架啊 一上来就是试探 哇 这个池田玉太 刚才一个低嫂很重啊 攻打架的动作 有点像空手道 攻打架上去的两个左右摆拳 一个高扫上头被接腿扫倒 池田玉太终于开始了猛攻 池田玉太的左右摆拳 击中了龚德强 龚德强被TKO 池田玉太 TKO获释 池田玉太打赢了以后 还要上去挑衅一下对手 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2比2 下面今天的第五场比赛 也是决战局 风桥和哨 对这激怒的康言 这两人是代表混混最强 王者的无叉戟 好我们看一下选拔赛时候 两人的表现 话不多说 我们来到重量级 一黑一红 两个大胖子 现在他俩的比赛马上开打 比赛一开始 两人就开始了疯狂的互换 看起来和尚 更加的勇猛 更加主动 两个大级别啊 平时应该也不怎么运动 这下子打了之后 感觉是已经气喘吁吁 好 两人的体能已经宣告打完啊 已经没有力气了 下面的队友还是在加油打气 让他们做最后的冲刺 后层抗咽一拳打空 然后倒地 不得不说 这个打的是真不好看 好 这场比赛时间已经到了 两人打完 看起来是和尚的主动性更高一点 两人打的心事差不多啊 没有什么看点 抓三五来最后把胜利给了风桥和尚 好 今天比赛的胜利是风桥三分领先 最后的决赛是11月23号 大公和风桥的比赛 这个比赛在日本是要收费的 到时候我看有没有时间 给大家把后面的比赛给他更新起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